時間下午1點多愛荷華州德媒英市 一所協助弱勢和問題青少年的特許教育中心 驚傳槍擊案 多段幾分鐘內數十輛警車和救護車 已經抵達現場協助疏散救援和逮捕行動 我看到警察還在進入和逮捕學校 我們所知的細節 你所說的三人傷害 二人在危機狀態 一人在穩定的狀態 那是德莫爾警察 但是兩名重傷學生送醫後 確定不治另一名傷者 則是員工負責處理的圓警 情緒相當激動 警方表示目前的調查工作進展很快 幾乎確定這是一場具有針對性的攻擊 在槍擊案發生二十分鐘後 已經有至少三名嫌犯遭到逮捕 但是犯案動機還需要進一步調查